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20年球季 518年拿下四座冠军的荆州勇士 最不堪回首的黑暗球季 开季前就确定可以汤姆森整季报销 开季后又面临Steven Curry首长骨折缺席大半个球季 最忙Green 则是小商不断 状况奇差无比 而在这苏多营少的球季中 永迷只能不断舔视伤口 看着对上年轻人打出期待以上的表现来自我安慰 有趣的是当时备受期待的不是今年刚续下大约的Jordan Poole 而是勇士在该年选秀会上最后一个跳到的Eric Pascoe 更意外的是Pascoe以场军14分4.6篮板2.1助攻 命中率将近50%的成绩入选的年度新秀第一队 与现今联盟各霸一方的状元载而Wilens 榜眼John Marine齐名 但是两个球季过去了 人才背出的NBA已经看不见Pascoe的身影 从年度新秀第一队到被NBA淘汰只花了两年 是勇士对养成路线错了还是Pascoe本身的问题 本支影片将会带来解答以及一些Pascoe的球员故事 我知道各位键盘GN都有自己心目中最正确的养成路线和剑队方针 有时候甚至会不解那些NBA的GN在想什么 选选在选什么 没关系现在官方正版授权的手游NBA绝对巨星 赴云你成为球队总经理打造属于自己球队的机会 更吸引人的是全名单不只有线意球员 许多已退役的传奇球星依旧在卡池中等待各位去抽出来 而且游戏中还有星星等场系统 能量身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新秀 完全照着自己的规划养成与成长 如果再像Pascoe那样很快消失在联盟中 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当组建好自己的球队后 就能在例行赛挑战各大强队 甚至是从2010年到2022年的每场经典赛事都能重新复刻 当然也有挑战曾经称霸一方的传奇球队的机会 像是我这一场就被宇宙勇给打趴在地上 而且比赛中进攻与防守 还有换能时机都必须要临时调整 到底是不是西瓜教练就看这一次了 随着等级提升可以解锁更多NBA绝对巨星的玩法 每个玩法都充满NBA元素 绝对能点燃你对NBA的热情 最重要的是NBA绝对巨星已经在1月17号正式上架 直接点击影片说明栏的连结 就可以直接下载开始你的总经理之路 Pasco大学就读常年垫底的福坦默大学 即便有部署的表现更成为地区联赛的年度新秀 但球队战绩仍旧萎靡不振 所以只打了一个球季 Pasco喜爱的球队总教练Town Pecora就被学校开除 导致Pasco不想再替福坦默大球 Pecora得志后立即推荐给曾经担任过其助教 同时也是强队维拉诺华时任总教练Jade Wright 其实当时高中毕业时 Right就曾经招募过Pasco 但是因为福坦默大学离家境 再加上有Pecora指教 Pasco才婉拒加入 但是过了一年绕了一圈 Pasco最终还是加入了维拉诺华野猫队 因为大学联赛规定 球员转校必须停赛一年才能复赛 所以Pasco直到2016年11月才正式为野猫队披挂上阵 根据总教练Right的说法 Pasco刚向球队报道时 三条条件并不标准 于是在停赛期间 Pasco靠着教练团的帮助将体脂降到6% 所以总教练Right公开佩服Pasco的专业 在这些时间里靠着饮食和重训 将体态提升到职业水准 但Right并没有提到 对真正的职业球员来说 自律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 Pasco在高中甚至福坦默大学 一直都是球队前几孙位的得分手 强力的得分手段 不外乎就是中距离以坦克斯切入 再加上偶有架座的三分球 不过维拉诺华因为正中有 Josh Hart Jalen Bronson Michael Bridges 等更专精得分的球员 所以不需要Pasco去承担得分 因此总教练Right把Pasco定型为功能型前锋 以全方位的防守定点侧应 冲抢篮板等教步起演 却相对重要的隐形贡献来帮助球队 而Pasco也心难接受这个调整 但是当比赛需要Pasco跳出来抢分时 他也不会手软 这一句盛名的比赛 无疑是2018年3月封四强赛 Pasco在面对堪萨斯大学的比赛中 搅出11投10中 单场24分的极佳表现 帮助球队挺进冠军赛 在总冠军赛上 Pasco虽然得分不多 但是防守和篮板皆有贡献 再加上队友迪本拳走单场31分的意图 维拉诺华相隔一年 再次获得NCAA的总冠军 作为先发大前锋的Pasco自然也功不可没 不过当冠军队友们纷纷投入NBA选秀时 Pasco却决定多留在球队 打完最后一个球季 只是这个球季并没有为他带来加分的效果 因为对手可以肆无忌斩地包夹他 导致有更多出手权的Pasco 只要能选进堪用的轮替球员就已经满足了 所以看似能做很多事情的团队型前锋Pasco 想必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令人意外的是 当时勇士的情况 并没有办法让Pasco在新秀球季 展现合谓团队型前锋 因为浪花兄弟缺席整个球季 Dream Russell和Dream Monk 都因为受伤缺席多场比赛 导致勇士只能让新员Briggs 和新秀Pasco成为球队主攻手 也间接促成美国时间 2019年11月4号 Pasco在面对突航者的比赛一战成名 该场比赛他就宛如背号35号的那一个男人 在第一节就轰进17分 第四节就是9分稳住战局 也正是因为这场比赛 让勇士球迷认为 Pasco是这个黑暗球季中少数的亮点 根据Sanergy网站的数据 Pasco在该球季的单打数据 场均1.9回合 每回合能得0.982分 效率位于全联盟前12% 持球挡拆场均算只有0.6回合 但每回合得分也有1.139分 更是联盟前3%的水准 其他像是Roman 敌位单打 定点进攻 空切也都展现出 不该出现在新秀身上的成熟度 除了不差的中距离 持球起步的爆发力 猛如牛的对抗性 再加上出色的终结手感 让Pasco在进去有68%的超高命中率 不过在Pasco光鲜亮丽的新秀球技底下 其实存在着几项隐忧 首先是投篮稳定度 即便Pasco在新秀球技中距离 有43%的命中率 但是往外拉到3分线 却连30%都不到 3分球的cash人秀命中率有28% 这也导致他在定点接应后的得分效率 不如其他方式出色 其实勇士教练团在开季前 就希望Pasco能修正投篮机制 不要用弹簧腿改以正常的起跳姿势 可以让投篮更稳定 也能减少膝盖的负担 但是这显然影响到Pasco在开季时的投篮准度 比大学往后一大步的3分球 直接搅出8投0中的成绩 所以Pasco直接跟勇士教练团说 他现在不能这样投篮 他可以在秀赛季再来改善 但不是现在 所以当Pasco改回弹簧腿之后 立即在投荒者战中投进4颗3分球 再一个是不符合传切体系运作的疑虑 因为Pasco在Curley不在的比赛 大多负责终结得分 但是当浪花兄弟足以归队 Pasco这种单打成分较多的得分回合势必锐减 毕竟上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能在勇士卢斯打球的已经在狼王了 所以届时Pasco必须重新调整出一套全新的打法 该以高地位车营掩护或守地手来帮助球队 所以在Curley即将归队的3月初 Pasco调整了自己的打法 持球进攻时会更注意队友的动向 他在3月的场均助攻速也因而提升到6.4次 也因此我在当时对他的期待不小 或许真有机会在勇士的未来成为最盲Green 2.0 但不幸的是 第二个球季还没开始 勇士教练团就因为Pasco在休赛季过胖容易受伤的关系 延迟了他的开季训练营 不过就算Pasco开季面临过重疑虑 但是他在开季前几场比赛 依旧为勇士带雄厚的板凳火力 可是能从Pasco在第二年球季的投篮姿势发现 他并没有利用疫情停赛与休赛季的时间 来改善投篮姿势 仍旧维持大力起跳的弹簧腿投篮 或多或少也间接导致他在第二年球季中 后半段的膝盖和臀部伤势 打法也依旧维持新秀球技时的单打独斗 运球过半场直接无视对方站位 坦克斯切无的画面屡见不显 如果打得进去就是好球 但如果得不了分 就是让队友折返跑的体系破坏者 此外Pasco的球队定位也略显尴尬 根据当时Steve Kerr的说法 Pasco应该要打大前锋 才能对他的生涯有好的帮助 但是因为外线不稳以及不符合体系的打法 勇士敲连团才硬是把他放在二阵小球中锋的位置 让他靠着速度去打大个子才能有所发挥 不过这通常会带来进去防守的疲弱 就算他有足够的对抗力 他也没有足够的身高跟臂展能互框 假如将他放在4号前锋跟Luni搭配的话 除非你是球队进攻发动机 防守核心 否则不具备外线投射能力的Pasco 只会让进攻空间变得更狭窄 就算Pasco在第二年打出部署的得分效率 但是多项的团队的警截数据都排在球队的倒数 尴尬的角色的定位不符合球队体系的打法 不过自律的休赛季 没遵守约定修正投篮姿势 因而间接导致球技中后半段的膝盖和臀部伤势 让他引以为傲的爆发力不如过去 更巧的是勇士在球技末一连伤了 Wiseman、Ubrey和Pasco 这三个普遍被认为最融入不了勇士体系的球员之后 竟然靠着8轮替拉出一波连胜潮 以吸取第8名制止打进附加赛 所以就算Pasco在附加赛前夕上一归队 教练团依旧没有把他放回轮值 就这样黯淡的结束在勇士队的最后一个球季 必须得说Pasco在这两年的表现绝对不差 甚至比多数的NBA球员都还要出色 但是这些表现并不是勇士队需要的 老实说依照他成熟的观念和球场经验 要在合约最后一年也是第三年 因此搬成勇士体系的形状 我认为并不困难 但是压倒他离队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 应该说是三根稻草 却在休赛季接连出现 首先是勇士在首轮第七顺位选到的Kuminka 论天赋Kuminka未满19岁 可确信天赋还是体型都高了Pasco好几个等级 论集战力 勇士在自由球员市场淘宝到的 Porter和Belita具备足够的球上和球场经验 能完全无缝接轨勇士体系 他们三人的到来再加上球员格数的爆满 让勇士不再需要Pasco 并将其教育到了爵士 截止Pasco跟角色当家的球星Mitri是败把兄弟 所以勇士才仍自意尽的将他送到自己兄弟旁边 不过角色的体系对不擅长投三分信的Pasco来说并不友善 那几年角色的进攻体系是以Mitri的挡拆为核心 搭配一票射手的火力资源才打出家击 虽然Pasco场军三分球命中的有37% 但场军只出了1.9颗并投进其中的0.7颗而已 所以在Rudy Gait上位归队之后 Pasco又好一阵子都不在轮替的阵容中 只有上兵状况出现时才会往上顶替 其实许多爵士球迷都相当喜欢Pasco 并希望他能上到轮替阵容 因为在21-22年47低迷的球迹中 Pasco是少数能带来充沛能量的球员 但很可惜总教练Sneder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的轮替阵容中 中锋基本上就是Gobert和Wiseite轮流上场 所以Pasco的角色定位又跟在勇士时一样尴尬 甚至在季末出的Rudy Gait 同定位的Herno Gomez都比他更受重用 即便Pasco在季后赛首轮第三战以小球中锋之支 短暂打出风采 但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最终总管Engie决定在南堪且团队时期尴尬的球季结束后 达到阔府重建的爵士 于是Pasco作为球队一个Mitro兄弟球员 随即收到球队的不续约 直到7月底 最后球员市场开启一个月 Pasco才被灰狼以双向合约签了下来 三个月后Pasco在媒体日上接受访问时说到 那一个月罚人问津的时候相当折磨 尤其是看见其他球员的签计消息 我认为我的精神层面不是很好 我认为我很累了 当时他甚至想过不在意打篮球为生 其实上述言论是相当诚实且坦率的 不过NBA球员普遍都相当好胜且有自信 很少会有人在媒体日公开自己消极的心境 难免会让球团和球迷降低他的信心 过没多久Pasco第一场热声赛就伴随着2号出现 除了看起来更肿胀的身材 还有不断出现的进去防守缺点 活动力看似也不如以往 虽然攻防观念依旧成熟 但很显然 Pasco在休赛季期间没有准备好自己 最终将他踢出NBA舞台的是第一场热声赛的受伤 能发现他在这个回合伤了脚踝 这也导致他在后续热声赛都没有办法上场 最终在开季前夕 回廊选择拆掉了Pasco 暂时结束了他的NBA质押 其实对勇士来说 也许花时间花钱让年纪大 天赋不高的Pasco去适应体系 不如用双向合约找个人头外线 也能换防到外围的10号前锋还比较适合 本季的Ansoni Lam就是这样的存在 人头外线能打开空间 能适应传线体系 防守观念也不错 更重要的是还比Pasco年轻 Pasco能否回归NBA还很难说 但我认为几率相当低 即便有一手优异的单打能力 与充配的能量和体能 但是同时也伴随着许多缺点 禁区抢不到篮板,防守不上不下 市场不遵循球队的体系 持球能力比无球还要优秀 打中锋也不对,打大前锋也不好 或许在以前低位单打成分较高的NBA 他能像Milceph那样拥有一席之地 但是在现今联盟里 Pasco没有稳定外线 且攻守状态大好大坏 很难让教练团相信 他有办法稳定带给球队正面帮助 除非你能把进攻能力点到满 像是Zaya Williams那样 其实这也是前阵子最曼Green接受访问时提到的 有些新人可以在烂队获得亮眼数据 但不一定对职业生涯有所帮助 提早适应并成为能为球队带来获胜的球员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Pasco这种天赋不高 且技能组优劣明显的球员来说更是关键 不过很可惜 Pasco最终没能成为这种球员 消失在每年都有新浪上岸的NBA人才洪流之中 出品的突刺 Basco最终的转带 出品的适量 出品的进攻 公优 کی 出品的电流 在进攻的声明开